本年官政府基盤官來自由照顧服務員 已經無限家庭照顧才的標用活動 對本年官來說 老人的臨口比例是上等的官 為初有照顧服務員的服務是很重要 需要這麼多的耐心和耐力來工作 透過標用活動來感謝服務員辛苦的付出 也希望未來可以提供給在地鄉親 上街大新及須時的服務 登記照顧三亞不但是因應各靈化社會所生氣的三亞 其實每一個家庭都要面對的確定 法令官政府這支導力 負責登記三亞的發展 讓官來照顧服務是相當的成功 今天基盤自由照顧服務員的表用 感謝他們辛苦的付出 被照顧的這樣的一個量能 能夠更有品質而且更能夠提升 所以我在這裡非常感謝 我們基優的照顧服務員 也感謝所有模範的長期照顧者的家庭 那我想我們基於不斷的培育 不斷的教育訓練 也鼓勵更多的這些好朋友 都能夠成為我們的照顧服務員 來進一步的來照顧我們需要照顧的 這些鄉親長輩 無論是結郵照顧服務員 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已經有九年了 那在這個期間看到各位的長輩的 人生的變化 然後自己也覺得感觸很深 所以未來繼續這條路還是會走下去 今天來到這個獎很開心 以後會繼續做下去 就把長得當作是我們自己的親人 就是愛要 愛要及死 謝謝大家 辛苦也是辛苦啦 不過 心情很好啦 很開心 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知道老闆啊 不錯啦 和人觀救國團 這支道理社會公益須目 對管護在長腳三亞的勇心 也是相當勞心 並表示 社會上有需要集團的地方 都會盡全力來幫忙給老闆 我們這次是受到這個 引領縣政府的委託 我們救國團也是對這個社會 公益這方面非常的投入 如果有需要救國團協助的地方 我們救國團會全力來幫忙 最重要的照顧 最溫暖的社會 有照顧 保護無緣的付出 幫助婚姻官的事大人 有緊幸好的領先 記者 鄭怡婷 彩虹報道